中國的辣麵機第一台就是我做出來的 Google辣麵是一年年工資 接運到10萬 那你買一台辣麵機一年才2萬多錢 所以這個成本一年都能上4到5萬多錢 我叫余弘健 我是出身一個供應家的 我下雪就充實了這個季節行業 我北深好吃麵 以前母親就經常做麵 母親不在以後 我到麵館去吃麵 第一感覺吃這個麵的口感不好吃 就是沒有麥香味 第二看呢 人工這個辣麵也比較累 很慢 我就想我是高級接觸生的 是否能研究一出一台辣麵機來 就冬去比來劃了一下草圖 就搞這個辣麵機 走的不少萬路 最重的我還是把辣麵機研究出來了 這個機器啊 是西一代的機器 在原油的技術上加以改進了 第一大油的什麼呢 不用環模具 它把各種各樣的麵具呢 全部設計在這個鑽盤上 第二大油的呢 它這個下面下的鍋裏面 各種麵條不壞 它這個鍋鑽和上面這個壓面點 這個鑽盤鑽的是同步的 第三點呢就是這個機器啊 把其中的麵具 全部用電子屏 用數目屏的顯示出來了 最常有正常的20的9月的貿西的大塊的 那麼這就方便去中了 那點什麼麵 你就選什麼麵就可以了 不用環模具 現在你要是說來顧客 比如說顧客要選用正常麵了 那你就在重心點一下正常麵 把麵放進去壓麵 這就出來了一種麵 這就出來了一種麵 辣麵器做出的這個麵 現在的口感百分之百 勝於一共辣麵 它拿出這個麵的口感有麥香味 就是又勁道又太行 現在已經研究到這系列了 還是不停地在研究開發 那麼在這系列當中呢 我用過的國家的六項的使用轉輪 兩項的國家發明轉輪 現在雖然有模仿的 但是沒有一家超越的 我們每個月的消除量都是三百多台 國外現在也有六七個國家 你像日本、美國、加拿大的、韓國的 現在都有